说到石门水库 桃园市龙潭区石门水库一带 从民国53年纳入了石门都市计划范围之后 因为缺乏公共设施 所以发展缓慢 但就在龙潭第二交流道开辟完成之后 石门地区的建案是陆续增加 这人口也移入快速 但是水压不足的问题始终没有获得重视 让地方居民是相当的苦恼 龙潭石门水库一带 从民国53年就纳入石门都市计划范围 但几十年来发展始终迟缓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欠缺公共设施 就在龙潭第二交流道新建完成后 人口急速增加 而且还有建案陆续规划中 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 位于水源区的石门地区 竟是管线末端 而且因为地势较高 像是明治16 18街 一天停水两小时成为常态 民众陈情不断 让当地里长很头疼 因为我们最近龙潭区大平里 很多大型的建案在推出 接获相当相多领民的反应 就是我们这边水压不足 会有经常停水的事情发生 这个不是说这一两年 之前陆陆续续续就有 因为我们这个大平里 它地理位置是海拔比较高 虽然石门水库在我们旁边 我们水是送出去 然后资代水公司再送回来 龙潭石门地区目前只有一个加安加压站 不足以应付陆续新建中的大楼 因此议员刘英龙建议 是否重视这项问题 紧速清点附近公有地 新建蓄水池以及加压站是当务之急 我们这一边虽然有自来水盐管 就是在整个都记里面去铺设 但是我们目前的加压站 自来水加压站 其实这个对于水源的供给 是不服现在的现况发展 未来我们市府这边应该要去找 所谓的公有预定地 再去增设加压站以及除水站 不然我们在地的里长也很困扰 因为常常都有在地乡亲的一个层勤 尤其是管线末端 像这边的明治18阶16阶这一带 他可能一天要停水一两个钟头 石门水库环境清幽 附近还有石门山 是假日或者养老的首选 但眼见发展快速 公共建设却赶不上进度 让地方相当心急 对此市府已经着手规划 希望能够紧速为民众解决 水压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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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压不足的问题